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現在外面好多消息就在傳謀 大陸的防疫政策是有機率放寬 昨晚陽城晚報出了個報道 我們就一齊看看他講些什麼 開始前記得訂閱了我們頻道先啦 根據陽城晚報在30號所出的新聞報道 就說在廣州市白雲區江高鎮白雲神山方艙醫院 即將交付預計在12月2號 就會投入使用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 白雲分院將會全面接管 在施工現場有記者看到 跨場內的隔離設施和各種生活設施已經備齊 工人正在做修美的作業 比較值得一提的就是這個方艙醫院 在滿足患者個人喜居需求的同事 注重環境建設和心理輔導 這個方艙醫院佔地11.4萬平方米 可以提供到超過6500張床位 就分了做隔離觀察區、工作服務區、 集中衛生通過區三個大區域 去到隔離房記者見到 房間內床位分上下鋪 床單、皮、枕頭、床頭櫃等等 亦都牙膏、牙刷、水桶、面盤全部齊 甚至乎配有冷氣、電熱水壺、電鋒筒等等 根據白雲山方艙醫院院長介紹 南方醫院白雲分院 就會在12月2號全面去接管項目的 運營管理及場內的患者治療 裏面亦都有心理輔導熱線 去緩解患者的心理壓力 這位院長同時介紹 醫院的公共活動區域 亦都是有一些體育設施 去被患者減壓的 包括有羽毛球、乒乓球等活動器材等 這些患者有一個放鬆的環境 去度過一個觀察期 現在說著 照顧市民的心態或人民的志向 是不是代表在方艙裏面加一些活動設施 等你隔離的時候 都可以在裏面做這些體育活動 是不是這樣意思 就叫做照顧人民的心理健康呢 還有說著 大家都覺得疫情是會放寬大陸那裏 但是現在有一個這麼大型的方艙建好 那到底這個方艙是不是建完 就不會怎樣用呢 還是疫情另外有安排呢 那就真是要拭目以待看看之後 如何發展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